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军辉小柱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自己组NAS的话题 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第二集 我们来聊一聊关于硬件的选择 对于我们一般消费者来说 我们既可以在市场上购买成品的NAS 也可以自己配置一台NAS 那到底该如何选择呢 简单的说呢,如果您喜欢折腾 喜欢对这些硬件和软件知识感兴趣的话呢 那强烈建议您去自己组装一台NAS 毕竟它有更好的灵活性 然后呢,同时也有更高的性价比 那如果您对于这类技术完全不感兴趣的话呢 那建议您还是在市场上去购买一个成品的NAS 既有贵一点的NAS呢 也有便宜一点的简易版的NAS可供您选择 那下边我们就来具体看一看 首先我们说那成品NAS有哪些优势呢 在我看来呢,成品NAS的优势就是没有任何优势 那好吧,这个开个玩笑 这虽然是我真舍得想法 但我还是想从大众消费的角度来说说成品NAS的优势 成品NAS我们大概可以分为两类吧 一类就是比较便宜的 这类NAS呢,就以西数的MyBook Live为代表 它们提供了最基本的网络存储服务 但是呢,受限于硬件的运算速度一般呢 都只提供最基础的存储服务 当然这种大厂呢,会开发一些APP来扩展这些功能 那这种产品都非常小巧 而且也很省电 价格一般也非常便宜 像西数的这一种呢 因为它和硬盘是一起卖的嘛 海淘的时候有的时候比硬盘还便宜一些 那缺点也很明显 就是功能比较弱 一般呢也只能差一块硬盘 扩展性也比较差 那朋友们如果需要 而且只需要一个网络存储 对于我上期展示的那些 Home Server的一些功能 完全不感兴趣的话呢 大家完全可以考虑这种产品 价格便宜 而且它里边毕竟就是个硬盘嘛 如果你以后想要升级Home Server 那么这块硬盘呢 还能继续使用 那还有一类呢 就是相对比较贵一点的 功能比较完善的这个NAS 那么这类就是以群晖为代表的这种NAS 从硬件上看呢 这类产品毕竟有大厂的支持 一般的调优做的也都比较好 节能方面也控制的比较好 那从软件上看呢 那这类NAS它的软件也非常容易上手 如果您仅仅使用基本功能的话 那几乎都不需要怎么设置 这类NAS的操作系统呢 基本上就是一种定制化的Linux 这个因此呢 上期我节目展示的那些功能 理论上呢 它也都支持Docker 去都能做到 当然呢 它的性能会比较差一些 所以说也是理论上能做到 那么性能上可能会比较卡顿 但是像群晖这种呢 他本身自己呢 甚至都有一套APP 来帮你去管理你的照片视频 电影电视剧等等 当然这也是群晖的卖点 那它的这些APP呢 那基本上也都是一些必源的产品 体验呢 应该来说也还可以 但是扩展性会比较差一些 那这类产品的缺点呢 往往就是价格会比较贵 性能呢比较弱一些 而且就我个人来说呢 像群晖这种 他引以为傲的群晖的OS 以及整个的软件生态 在我看来 你不能说他不好 但我实在是提不起什么兴趣来使用的 我当时购买蜗牛心机的时候 商家是装了黑群晖的 也就是盗版的群晖 我大概拿回来玩了有十分钟吧 就果断的删除了 当然了十分钟肯定 你不能完全测试群晖嘛 因此说这个感受非常主观啊 这个可能大概是自从我心里 有了FreeBSD就装一下别人了 这个虽然是玩笑话吧 但是群晖毕竟是一个商业软件啊 他虽然基于Linux呢 但是很多附加的软件都是B原的 这个呢就是让我感觉到受到一种束缚 就是你可能就绑定到他的生态了 就包括苹果也是如此 虽然他的产品也比较优秀啊 但是你总归感觉是受到很大的束缚的 这是个很主观的东西 那毕竟呢在NAS这个领域呢 有一系列的开源音域可以选择啊 它不像操作系统 很大程度上你没得选择 你喜欢也好 不喜欢也好 你没多少可以选择的空间 像开源的Linux呢 在很大程度上 还是不能够作为生产力工具的啊 至少在某些方面吧 总之呢像这种成品的NAS呢 就算白给我 我大概也都会安装一个第三方的OS 如果可以的话 因此呢这个评价非常主观啊 各位看官如果不同意的话呢 欢迎保留意见啊 也可以呢把你喜欢的成品NAS 喜欢哪些方面留言告诉我 其实最主要的还有一点就是 使用成品NAS就少了很多折腾的乐趣啊 你去买一个群灰啊 在群灰上去折腾的话 这个乐趣呢要远远小于一个 你在这种开源的系统上 自己折腾去安装各种不同应用的 这样的一个乐趣 OK那我们下面来看一看 我是如何自己在配置一台 这个Home Server的一个过程吧 那在硬件上呢 肯定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 需求不同呢 预算不同也都会有不同的结果啊 因此呢下边呢只是介绍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情况 以及选配硬件的过程 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一个参考 这个配置呢性能上谈不上多强 但是呢运行我上期节目讲到的那些功能呢 是完全有余力的 而且这个配置在硬件上呢 也有一个升级的空间 具体情况呢 我大概在三年前在淘宝上买了一台蜗牛星计啊 那么蜗牛星计呢 就是一批矿南之后流入市场的一批矿渣 这类矿渣有几个特点呢 第一呢非常小巧 而且自带四个硬盘盘位 非常适合做NAS 那第二点呢就是配置非常的差 而且品质也很差 那第三呢就是价格非常便宜 那尽管现在已经比较贵了 但在当时刚出来的时候还是非常便宜的 像我就以不到300的价格买回家 这个还是非常得意的 尤其是这个产品后面一直在涨价 好像现在我估计要五六百块钱才能买到 直到呢它坏了 我在重新选配更新这个NAS的产品的时候 我才发现其实这笔买卖 至少对我来讲其实并不划算的 没有那么的 没有那么的得意 首先呢这个产品的硬件品质非常差 主板是杂牌的 CPU是Intel J1900 这种CPU是直接焊在板子上的 那CPU的性能也比较弱 尤其是在虚拟化上 它也不支持硬件直通 其实即便这个硬件拿到三年前 都是一个非常落后的硬件 因为当时好像J3455已经出来了 那这个会比1900要好很多 而且也是支持直通的 内存呢也是杂牌的 虽然呢内存也不大容易坏 但是它主板呢只有一个内存的插槽 而且还是笔记本内存 因此你内存的升级的话只能更换 而且最大也仅支持8G的内存 那M SATA的这个SSD硬盘就更不用说了 这就是个大号的U盘 速度呢还赶不上我的机械硬盘的速度快 电源也是杂牌的 这个就更坑了 这简直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因为这个电源输出的不稳定啊 可能会导致很多问题 甚至会损坏你的硬盘 所以想想我自己就这样裸奔了三年 其实还是蛮庆幸的 没有把硬盘搞坏 那整个机器呢看上去比较不错的 也只有机箱了 说实话这个机箱还是挺结实的啊 挺重的 本来我的想法也是 哪怕你的硬件坏了 这个机箱也值300块 但是这次的经历却告诉我 如果硬件都坏了 我干嘛还要用这种机箱呢 这种小的机箱是有一些问题的 因为它只能配小的板子 你的选 你的选择性就会小很多 挑硬件的时候 也是难度会加大好多 这个因此呢 这个机箱反而成了累赘 实质无畏 气质可惜 这个我们后面讲配置的时候 我们在细聊 结合我前面介绍的 我这个NAS呢 因为它坏得很突然嘛 我也并不确定到底是什么 部件坏了 但就两种可能嘛 要么是电源 要么是主板 因此呢 我首先就怀疑了电源 其实我对于这个电源 一直有一些疑心病了 尽管呢 我也测了这个电源的输出电压 对吧 看上去一切正常 但我仍然怀疑是电源的问题 于是呢 我就在网上先买了一个电源 一横的 一款250瓦的Flex电源 拿回来之后 我不比不知道 是吧 一比呢 这两个电源的质量 真的是 但是就从重量上来看 那么这个一横的电源 比以前电源就重了好多 好 那接上去之后呢 发现仍然不能点亮这个机器 那基本上就能判断主板 肯定也坏了 好 那既然如此呢 我们就重新配一台吧 这个在经历了一番淘宝之后 我列出了下边几个方案啊 因为我也好久没有关注过电脑硬件信息了 因为一直都在使用苹果的设备 也费了好一番功夫 难免也有考虑不到的地方 下边的意见呢 也是我个人处理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考过程 仅供大家参考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方案一 那当时设备坏掉之后呢 基本的想法就是既然主板坏了 那我们就再换块主板吧 但其实这种主板还是挺难找 那首先呢 得有一个千兆网卡 对吧 这个是刚需 其次呢 还得有一个DDR3的笔记本内存接口 最好有两个 然后呢 最好能有一个M SATA的接口 同时呢 CPU呢 最好也能做一个升级 比以前1900要强一些 毕竟这样才能物尽其用 结果转了一大圈 并没有发现可供选择的 有品牌的主板 这也是星际网牛的第一个坑 就是说这个东西一旦坏了 你很难找到配件 也很难升级 当然最后呢 我还是在淘宝上找到了杂牌的这种同型号的主板 但是就连这种垃圾呢 都需要250块钱 当然这个方案呢 最简单 我相信买回来装上应该就能用了 加上电源呢 总计500多块钱 但是我之前的主板用了两三年就坏了 这个主板能用多久呢 而且这种垃圾居然要250块 如果控制在100块钱以内 我还可以考虑 250块肯定直接就否决掉了 那否定了这个方案之后呢 我们又有了方案二 那因为蜗牛星际 只能装ITX这种17x17厘米的小板子嘛 那么在制定这个方案的时候 其实我是把精力放在搜索主板上 因为还是担心主板的做工与质量嘛 所以我们只考虑这种大牌的主板 那考虑到价格因素呢 我还是决定购买类似于1900的那种一体机 就是主板和CPU含在一起的产品 但是呢 性能上总共有升级 于是我看中了Intel的J4125这个平台 性能比1900强大了很多 支持虚拟化直通 而且还支持H265的硬边界嘛 搜了一圈呢 发现这个平台的ITX小板 大概只有硬态一个品牌有卖 精通价格700块钱 但是这个板子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它只有两个SATA接口 那目前我就已经有三个SATA硬盘了 而且还打算再去购买一个16T的吸收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还需要再买一张PCIe转SATA的卡 那么一转五的话 这种卡好一点的话也要250块钱 那这又是一个成本 而且这个板子呢 只支持PCIe 2.0 那用这个方案呢 索性我们还会再上一个三星的固态 再加一个16G的内存 再加上电源呢 总计是2050块钱 说实话呢 如果这个卡 如果它能直接支持四个SATA口的话 那我肯定就购买了 但是额外还需要再去买一张PCIe转的卡 我就把这个方案否掉了 于是呢 我们来到了方案三 那么既然JCR5这种一体化的平台不好选 那我们就还是老老实实的单独去购买主板和CPU 那综合比较下来呢 我决定去购买Intel B360的这个平台 再加上i3的8100T 那这个CPU呢 是8代的CPU 代替的意思呢 也就是低功耗的CPU 它的热功耗在35瓦 比之前的JCR5的话是10瓦 大了一点 但总归还是低功耗的CPU 那这种二手CPU呢 淘宝上500块钱不到 因为量比较大嘛 所以一旦它坏了 以后也比较容易配得上 而且CPU呢 一般也不大容易坏啊 同样的 那因为只能装得下这种ITX小版呢 所以可供选择的产品就极其有限了 貌似就只有华晴的一款 B360M ITX这一款 那这个主板有四个SATA接口 但是它的M2接口呢 只有PCIe 2.0的速度 同时也没有HDMI接口 这个价格呢 500块钱 那这样的一个方案 再加上三星的固态和两条8G内存 再加上电源总计2100块钱 这个方案其实我都准备下单了 但是 但是还是终止掉了 最后也否决掉了 因为 还是不是特别满意啊 这个 我觉得这个价格呢 有点贵了 于是呢 在网上继续搜索 我们来到了方案四啊 一个往安的机会呢 我发现了一款服务器的NAS主办 它是Intel的灵动系列 华晴的C2750D4I 既然这是服务器主板嘛 首先呢 它支持ECC内存 而且它拥有12个SATA接口 8个SATA3 4个SATA2 同时呢 支持两个前章网络 还有一个IPMI接口 我的口水都要留下来了 这个简直就是完美的产品嘛 但是一看价格呢 淘宝报价 2500到3000块钱 这个方案 如果再配上三星的固态和16G内存的话 那加上已购买的电源 大概需要3500块钱以上了 那至于这个方案呢 我也只能流口水了 超出预算太多 而且毕竟我对于服务器的主板 了解的也不多 万一真的出了问题 那这种维修各方面可能也比较麻烦 因为它 它可能和个人的主板不大一样 anyway了 于是呢 我又在网上去看一看 那么有没有一些便宜点的二手羊垃圾呢 结果转了一圈呢 发现水也挺深的 主板型号也不少 但是实在是对于服务器主板不是很了解 这个以后坏掉了 再去选配的话 估计也挺麻烦的 所以呢 这一块就果断的放弃了 最后呢 我们就来到了方案5 我突然发现我已经陷入了一个误区了 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ITX的主板呢 为啥一定要把主板放到机箱里边呢 那我家里是有一个杂物间改造的机房啊 所以呢 我完全不需要考虑美关与经营的问题 如果不是一定要配小板的话 那我选择的空间就大了好多啊 这个思路一旦打开呢 瞬时就觉得世界都亮了 当初购买温牛星际的这种啊 占了便宜的感觉呢 瞬间崩塌 这个让我愈发的觉得这个温牛星际也太坑了 那网上搜索了一圈呢 决定购买二手的这个华硕主板 B360M Plus Gaming 这个大概在300出头的价格 这张板子呢 有六个SET3接口 四个内存接口 这个比前面我说的那个华琴的主板 价格便宜了 量又足了 OK 那CPU呢 还是选择的8200T 那这个方案再配上三星的固态和16G内存呢 再加上之前买好电源 总计1900块钱 搞定 当然了还有一个风扇 这个价格也比较便宜吧 以前呢 如果是装在机器里边 我们还必须要选那种小的风扇 因为太大的话装不进去 如果不考虑装在机器里边 其实风扇倒无所谓了 但是我这风扇也买好了 也是这种小的风扇 那接下来就是安装的过程 爸爸要先装CPU了好吗 这个是CPU CPU 然后把这个要把它装进去 这就是要装CPU呀 你看到这边有个小甲子了吗 我们把它和这边对起了 这边还有一个和那边对起了 放在上面就可以 但是一定要很小心 不要让它的针脚压完 好 放在上面弄一弄 把它压紧 这时候我们把它压下来就可以了 压下来 OK 这个会自动就 这是保护片就自动弹出来了 下部我们做什么 下部我们来装这个风扇好不好 风扇呢 我们先把这个装下去 我们先把这个装下去 那现在发不来装内存好不好 我们记住装内存装在这两个槽位 如果有两个的话就装这两个 好不好 这个我们看这个位置在这边 要和他卡在一起 这样装就装法了是不是 所以把这样装 这还有一些呢 嗯 这还有一些呢 等会把这个装上了 把这边摆开 然后这样装下去 ok 把它插进去就可以了 好 这是SSD固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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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SSD固碳硬盘 哦 我要做好快 这个好快 好快 嗯 爸爸 螺丝刀 爸爸去拿螺丝刀去 哦 你等一下 等一下 你要干什么 哦 它又烫 你这现在用不了 你用不了爸爸这个 哦 你听话你看着爸爸就可以了 等大一点了你 你现在还拧不了这个东西 这个他 他 技巧太高了 但再大一点 就会拧了 完了 就这样了 别动 你看你别动爸爸 你看 啊不是你别弄爸爸 我手在抖 你这样 你别碰爸爸手 好了 内存CPU主板都已经装上去了 所以我们这边把电源也插 这个是风扇的电源 这个是风扇的电源 我们把它插上去 电源 爸爸 电源用吗 嗯 你的电源用吗 我的电源 这个不 这是那个坏的电源 把那个好的拿过来 哪个是好的 你用它吗 嗯 用它吗 用它 用它 你现在用吗 我现在用 我现在用 他要干什么的 他要干什么呢 他就是用来 给他供电的 你为什么不用它呢 嗯 它多好 它多好 你怎么知道它多好 这就长着呢 啊 就长着呢 长着呢 什么长着呢 他 他就 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 他现在要插电了好吗 好 你刚刚把它怎么插 你什么也插 我们先把主板的这个这个24pin的这个把它插上好不好 OK 我们把它插上了 OK 嗯 好了我们现在再把CPU和显卡的供电插上好不好 嗯 插上 他都到我的嘴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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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给 插上电 好了 这时候我们把它通过电就可以看一下它亮不亮了好吗 好 我已经把这个坏的电源都装上了 这边都已经装好了 现在把这个这个小的电源来固定一下 这个小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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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下ま SAY 嗨 可以工作的 工具完成了 戴緊�勝一個獅子就搞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